黑人陳建州接連爆出性騷擾醜聞 P力第一時間卻聲明 陳建州執行長職位不會變動 迎來網友抵制浪潮 馮博眼上四天三十號下午 P力貼出罪行公告 陳建州自省暫停執行長職位 後續異動則交由董事會決定 因為其實今天以這個主辦單位的立場來講 其實主要希望大家聚焦討論的是 關於籃球資助的發展 其實新竹工程師球團稍早就發出聲明強調 以健康正面為形象的職業籃球聯盟 應該以最高標準處理性騷爭議 否則將對聯盟形象與球迷信任 造成巨大傷害 還有身為籃球民的連勝文 也開口希望能好好處理 必須由他們的球團跟股東之間來討論 如何去面對這樣的危機 那我希望不論如何他們怎麼處理 都不要因為個人的爭議 去影響到未來台灣籃球的發展 甚至是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也開嗆 要寫信給國台辦要求暫停黑人 在中國的所有代言 各界踏法不斷壓力之下黑人主動交出聯盟執行長職位 為了挽救受創形象跟在六月二十八號到台北地方法院提告 向大雅球場一千萬元跟要求在臉書PO文道歉 台北地方法院正式收到起訴狀 但依照規定透過律師提出的民事訴訟時 應繳裁判費十萬元陳建州卻沒有繳 看到黑人陳建州委任的律師 並且提起了民事訴訟 卻沒有繳納裁判費 某個程度上我們也會高度的懷疑 是否真的有要這個案件往後進行的必要 還是呢只是提起這個訴訟 希望能夠赫止別人繼續為妨礙民喻的行為 告真的還是告假的大概都不如黑人當年給太太翻尾棋的這一句話 願意認錯是高尚的勇氣 靖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